兩缸 拜託的啦 救命的啦 同志 拜託的 那你來看 顏寬恆這神救命 喊的洪亮又發自內心 倒數一天選情告急 加上爸爸顏情表倒下住院 還被質疑是造假 讓顏寬恆動怒 那有誰會去用 自己爸爸媽媽這個長輩的身體 來做這樣子的散播 對不對 七號校掃街顏寬恆 乾脆也不受訪 無聲抗議遭到旺軍的攻擊 他無法多說的話 有黨內同志幫忙保不平 這已經選到沒有人性了嘛 祖宗八代挖出來 祖墳挖出來 那什麼都挖出來 我在基層這樣子 這幾天聽起來 很多的反應都是太超過啦 從一開始有網友拍到 顏情標掛急診的照片 PO到Dcard社團 接著還遭到一名網路名人 四茶貓在臉書PO文質疑 文章底下幫顏家護航的留言 賬號上的校名都顯示進一大學 他懷疑是不是 公關公司買帳號 這種制式留言超假的 但這樣的網路爆料 連擅長打空戰的綠營 也無法溝通 我覺得利用別人生病 在急診室這樣子的一個事情 那來炒作議題 這種行為都不太可取啦 難得雙方砲火一致批網軍 畢竟選舉歸選舉 把家人健康扯進口水戰 這底線 任誰都不允許跨越 TVG的學歷凡體陳佑 張紫銘 羅謝三區小組 台中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 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 開啟小鈴鐺 优优优优优优独播副